國人生育率逐年降低 在面對社會經濟普遍低迷 高齡人口增加 少子化嚴重 每天不斷在進行 現在我們的這個少子化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其實偏鄉要財幣校的這個速度 其實跟不上少子化的速度 那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因為我當縣長他說 我要在這個地方把這個學校給拆掉 那對這個社區來說 他就會有非常大的反感 反彈 那老師也會覺得說 接下來這個學校被拆掉之後 我被操惹 那我恐怕會沒有工作 少子化最大的衝擊是 學校新生人數一年不如一年 老師的人數卻不斷增加 如何找到因應之道 成為教育界需要解決的課題 減少操惹教師 那你倒不是 我目前老師不是減兩個小時課嗎 就是我們要繳所得罪 然後老師減每個 老師減兩個所得罪 那你幹嘛不回歸正常 那就讓他直接聘足了就好了 那就可以解決 可是他現在一不要 就是給你外加 等於給你終點費 那這個等於是老師 還是回歸他自己交 只會每個月多出來 他兩堂的終點收入而已 那並沒有解決到老師 他說他受課的壓力比較多 這個的問題 新科縣議員洪中凱 面對這個問題 也強烈指出 提高縣內的教師比例 從1.65提高到2.0或是2.5 加快裁品校的腳步 也能解決老師被迫超額 導致成為流浪教師的窘境 所以其實針對這部分 我有一些想法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先可以 單我們自己縣市 提高所謂的教師 在這個學校裡面的 這個教師比例 現在是1.65吧 那我們希望能夠 縣市自行把它調到2 或者到2.5 但這相對就是說 在所謂的裁品校的部分 可以加速 又可以解決老師 不會被超額的這個問題 目前遲遲不肯執行裁品校的原因 主要受限於 當一所學校被裁冊之後 相對的就會減少教育部的資源挹注 同時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會 有所謂的這個終點教師這麼多 或者是有所謂的代課老師 就是說他先把這個缺油先保留住 然後來預備接下來裁品校之後 老師會被超額的問題 就不會有所謂老師被支錢的問題 那所以你其實已經知道這個狀況 但是你為了選票 或為了這個地區的這些問題 你只要把它保留住 那再來我也常說 這個是地方在騙中央 就是說這個地方騙中央 就是我們用這個 我們常說這個學校如果裁校之後 裁校之後這些費用 比如說接送 或者是這個社區辦的這些費用 是要由縣市政府來負擔 以區域為單位 將少數小型學校整合為區域性學校 不斷可以減少行政人員的數量 同時也可以提高學生的教育品質 能不能大刀闊斧推行 就有賴地方單位審慎評估其中的利弊 讓現行多教師學生少的 比例吊詭現象得以解決 東台新聞張家維台東市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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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